华人独华小不稀奇 但是对有族来说 马来人印度人独华小 曾经是相当罕见的一个情况 尤其是在国家独立初期的那个年代 非华一生胜华小 还不像现在那样的普及化 但是马来人独华小系列专题报道的第二集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去看 一名曾经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就进入华小就读的马来人 他可以说是当年的先锋 独华小的他生上一般的国中之后 才体会到原来华文教育 有着不一样的教学方式和校园风气 因此后来当上父亲之后 他就毫不犹豫的 送他的四名孩子到华小上学 八点自热报团对林明耀和叶小慧 较早之前就特别访问了 这个不管是爸爸 或者说他们四名孩子 都是华小生的马来家庭 我们一起来听听 他们分享上学的三甜苦辣 客人的人 家庭的听 听到的到 有足家庭玩起你我熟悉的文字接龙游戏 是不是别有一番特色呢 想要更了解这个家庭吗 那就有请大伙来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我的名字是纳莎努丁 华文名是纳莎努丁 我的名字叫西可丽 我的名字是一家 我的名字是阿当 我的名字叫阿奇亚 趁着佳节长假 纳莎努丁的四个孩子难得一起回家 一家六口聚集在家中客厅翻翻相簿 大家闲话家常共享天伦了 身为一家之主的爸爸纳莎努丁 虽然已经离开华晓快四十年 但是他的中文可是一点都不比自己的四个小孩来的逊色 虽然纳莎努丁的父母都不懂中文 不过他们当年还是毅然决然地 把身为家中长子的他送往华晓就读 这样的情况在上个世纪七零年代其实并不多见 回忆起自己入学时的情景 纳莎努丁到现在依然是记忆犹新 他也没有跟我讲我要去读华晓或是指示什么校 我只是知道他说明天我要去学校 进去他没有进去 他只是寄我到那个门口前面了 然后他回去 我自己去见老师什么都是自己做的 虽然当年校园内友善的求学气氛 让纳莎努丁能够快乐学习 但是每每放学时 来自附近国小的马来学生 总是会对他恶眼相向 让他生气不已 以前都对 如果你去华校 你是共产党 我每天回家打架 你跟他们打架 跟马来人打架 那些不愉快的往事 纳莎努丁早就已经不放在心上了 他还很自豪地说 上华晓学华语 为他的人生带来的优势 可不单单只限于多掌握一种语言而已 他看我的证据 哇 你读华校 还可以讲华语吗 可以 从那边 interview 讲华语 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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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完了 明天你来做工 也因为这样 纳莎努丁后来也毫不犹豫地 把自己的四名孩子送到华小去念书 或许有人会以为 马来学生读华小会跟不上进度 不过这四个孩子 却用行动打破了大众的刻板印象 他们无论是在课业或是体育 都有亮眼的表现 眼前这些大大小小的奖杯和奖牌 就见证了他们六年华小时光的付出以及收获 我可以讲多一个语言 是好像 communication-wise 跟华人讲 也是我可以讲华语 我可以讲英文 我可以讲 Malay 知识识识识识识 是很大奖的 是一种不一样的 一种不一样的 一种不一样的 你知不知道 有时候你会看到中国 然后你会听人们讲中国 然后你会明白 什么你会讲 你会有很多朋友 从各种类型 我有马来人的朋友 我会有中国朋友 我会有印度的朋友 我会有所有类型的朋友 实际上 至于华小另外一个经常被提及的特点 就是重视学生的品德 修养塑造 而作为家中唯一一位 没有接受过中文教育的家庭成员 孩子们的妈妈就以第三者的角度 分享了她的看法 我认为他们比较习惯 他们比较习惯 然后他们不太会玩 他们知道如何管理时间 然后如果他们认识看人们在两个月 他们会在两个月 华小以校风严谨 几率严格而闻名 即使求学过程 相较于其他原流的小学 来得有挑战性 不过这一家人都异口同声地说 华小肯定是他们心中 小学教育的第一选项 肯定我会鼓励他们 我今天不是谁 如果父亲没有送我去中文教育 别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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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你的孩子 不是他们 你也想你的孩子 对不对 我们也想送我们 父亲去中文教育 从纳莎努丁到四个小孩 如今他们更打算 未来要把还在牙牙学语的小乖孙 也送进华小读书 对于华教理念的认同 在这个友族家庭里 跨越世代 新活相传 而在这一片多元共生的土地上 华文教育从来就不只是局限于华裔 而是遍地开花 散落在各个角落 那本身就拥有中文教育成长背景的 纳莎努丁 在四个孩子的中文求学路上 无论是沟通上 或者是他们的课业上 都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但是来自登加楼的一名马来爸爸 就没有这么简单了 从来没有接受过华文教育的他 就这样胆粗粗的把大女儿送进以华文教育为主的幼儿园就读 准备要让孩子到华小一年级去升学上课 在明天的马来人读华小系列整体报道当中 我们就要用镜头带大家看看这位身为爸爸的马来家长 在不懂的中文的情况之下 他究竟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来教孩子做功课呢 我们就要用镜头带大家看看这位身为爸爸的马来人读华文教育 我们就要用镜头带大家看看这位身为爸爸的马来人读华文教育